欢迎收听《义士挟军》第六十四回 独孤无敌气呼呼地坐下 随手啊抓起一杯一扬脖子 咕咚一声喝了下去 突然呢 他虎目原睁 不由自主地赞道 嗯 好酒 糖真是好酒啊 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啊 这便是勾兑好的美酒 这墨鞋小狐狸般笑了笑 敢问大乡亲 一万两银子一坛 难道不值吗 咋吧咋吧嘴 独孤无敌冲口而出 嗯 值 他顿时又一顿眼 太不值了 值个屁 一坛子酒 你卖一万两银子 你怎么不去抢啊 说一万两 就是一万两 一口价 爱买不买 如果是大将军 睁着眼睛 眉着良心 说瞎话呢 我也无可奈何 君墨鞋呢 翻了个白眼 顺手将那一杯酒头 也推了过来 呐 这是酒头 独孤大将军 要不要试试 一万两一杯的酒头呢 这一杯啊 小侄儿 礼敬长辈 就赠送了 独孤无敌 哼了两声 很想说不喝 但是呢 终究抵挡不住 这等终极诱惑 咧了大嘴道 酒确实是不错 但再怎么品尝的 也绝对不能是 一万两银子一杯去啊 铁铁铁嘴 抓起了酒杯 迅速的倒进了嘴里 一股冰凉的丝线啊 顺着喉管滑下 轰的一声啊 从心中呢 升腾起了一座 沸腾中的火山 独孤无敌 只觉得浑身的鲜血 都在燃烧了起来呀 一杯下肚 居然已经觉得 有些迷糊了 勉力克制 双目 却已经痛红 哼 好酒 好酒啊 不愧是酒头 独孤无敌 扬起脖子 举起酒杯 甩了甩 啪的往桌子上一放 来 再来一杯 一万两银子一杯 绝破二价 君墨鞋哼了一声 独孤将军 您一扬脖子 就喝下去了 一万两银子 居然还想再来一杯 还说此等天品佳酿 不值天降 之前是这一杯啊 乃是赠送 再要喝 小侄儿 却也赠送不起了 酒真是好酒 不过 说什么也不能值 一万两银子一杯吧 独孤无敌 两眼贪婪地 看着房中的酒坛子 有一种 想要抢劫的欲望啊 但嘴上 却仍是不可认账 开玩笑啊 这可是原则问题 若是自己认了 这一万两银子一杯 那独孤世家 就当场破产了 以独孤大将军的意思 难道就打算赖了 这笔账不成吗 军末协冷笑了一声 还是说 独孤家的人 闯到我军家 连打带杂 还把我给侮辱了一番 然后呢 再抢抢了我家的 世上仅有的天品美酒 这一切 就这么说说 就过去了 就此作罢 我军家 就连这点颜面也没有 就任由你们 独孤家如此凄凌吗 这都是你小子说的啊 我可没这么说 独孤无敌跳了起来 这个罪名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是独孤无敌大将军 也是背不起的呀 既然没这么说 那也就是说 独孤大将军认为 独孤世家 是需要就此事 对我军家做出补偿的吗 军末协寻寻善诱 当然要做出补偿的 我们独孤世家虽然 那就太好了 成会白银两千五百万两 军末协打断了他 笑眯眯的说道 草 混蛋 独孤无敌目瞪口呆啊 原地转了三个圈子 一个劲的直挠头啊 憋了半天 才憋了出来 你 你这酒压根就没有卖过 怎么知道 一定就值一万两银子呀 这岂不是明摆着 占我家便宜吗 你的酒 难道你漫天开价 我就得认可 哪有这个道理啊 按照独孤大将军的意思 是要我将一坛酒 卖出一个确实的数目 你才肯会账吗 君墨鞋问道 不错 不 不是 我是说 你能将相同的一坛酒头 勾兑成美酒 卖出相应的数目 而且这个数字 大家还都认可 那我独孤家就认了这笔账 独孤无敌得意的笑了起来 终于找到了 这这个小子的办法 不错 你的酒的确是极品美酒 但是一坛子 卖个百八十两就到头了吧 虽然也是比不小的数字 就怎么也用不了 白银两千五百万两那么多吧 好 一言为定 但在那之前呢 你们独孤家不准再找我的麻烦 君墨鞋的顿时拍板 好 但必须在三个月之内 在这段时间里边 你小子若是招惹我的女儿 老子还是照做不误 独孤无敌哼哼了两声 看着面前这个由头粉面的小子 心中呢 有一种奸计得逞的快感 若是你没有能够卖出两千五百万两银子 今后我独孤家的美酒 你需无偿供应 怎么样 这个赌注你敢不敢借 兜兜转转半天呢 独孤大将军终于露出了真实的意图 我对我自己的酒有十足的信心 就此一言为定 但是你也要看紧你自己的女儿 若是她来找我 我可不负责会发生什么事啊 君墨鞋心中哼了两声 你们独孤家就等着背上这如山的债务吧 会让你们牛 别说一坛子一万两再多也是她 等着哭吧 君墨鞋派了一辆马车 独孤无敌一声令下呀 挥下卫士呢 扛起死猪一般的兄弟七人呢 扔到了马车上 独孤大将军一步三回头的走了 实在是舍不得那天品的美酒啊 这小子太小气了 刚才怎么不多给一杯呢 君墨鞋看着他离去 笑了笑回转房中 却把这件事呢 直接没放在心上 摸着下巴沉思着 目前的君家还是太弱小了 自己呢 虽然说用药 将三叔的玄器提升到天玄 但也只是天玄初级而已 估计现在的实力 还是不如圣宝堂的 或者 应该将爷爷的实力也提升一下了 而自己手中 不是正好有那旧街玄丹吗 正好物尽其用啊 若是利用的好 应该能将爷爷的实力 一举提升到至尊神玄中间 不过那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用呢 自己啊 却是一点也不知道 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君墨鞋心中啊 头痛了很久啊 他曾经无数次的 想将那消息放出去 吸引大陆强者前来 但是却始终没有拿定主意 要说 以一颗九级玄丹的分量 绝对是足够了 相信就算是 至尊神玄的高人呢 也要为之动心 或者应该说呀 只要有足够的 势力实力的人 就没有谁 不会动心的 为这样做 无疑是在玩火 而目前的军家呢 似乎还玩不起 就算军家 目前有两个天玄高手在 也同样的玩不起 事实啊 就是这么残酷 天玄高手 固然已经接近了 这个世界实力的顶峰 可是当面 对更高层次的存在 还是那么的无力啊 天乡国的领土面积 不可谓不广大 但就整个大陆而论呢 就也只得十一之数 即使是这样 就可说是已经藏龙卧虎 强者如云啊 虽然说 目前现身出来的强者 并不是很多 但是君墨鞋知道 定然有无数的强者 隐身于市井 藏匿于山林啊 爷爷三叔 实力虽然不弱 但并不足以自傲呀 相信一旦风云际会 就会风虎云龙啊 而自己守正的九级玄丹 就是一个最好的引子 无论是天玄地玄 还是至尊神玄 没有人会不想得到这个东西 而这个消息 一旦确实传了出去 立即就是强者云集 血腥四起啊 解释一个不小心 莫说君家了 就算是整个天乡国 在旦夕之间被夷为平地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若是不引这些人前来 自己呢 又如何能够获得 这颗极品玄丹的服用方法和条件 君家的整体实力如何提升啊 难道真要坐拥宝山 却空手而归 这却是着实难为人的呀 君墨鞋皱着眉头思考了很久 始终呢 难以抉择 是明哲保身 还是冒险一搏呢 忽然扬手望天 不禁想起前世的自己 一人孤身走遍整个世界 笑傲五湖四海 从无所惧 怎么到了这个世界 反而有些束手束脚的呢 想到这里 突然一股狂傲之气 从心中是油然迸发呀 忍不住长笑一声 心中立即做出了决定 所谓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呀 纵然因今日之决定 招来如云神玄 我有何拒之啊 这个可不是单纯玄器的事 真正要考究的 却是个人的智慧 君鞋的心计 怕过谁呀 纵然神玄如云 唯有无穷的应付手段 君墨鞋下定了决心 终于洒然的笑了一下 习惯性的 用右手摸了摸下巴 若是让前世 他的师兄弟们 见到他的这样的表情 这样的动作 恐怕呢 就立即会所有人 有多远跑多远了 因为这表示着 君墨鞋已经做出了 一个极为大胆 哦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之疯狂的决定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创新网荣誉出品 而且啊 这个决定呢 无论最终成败 都将是会震惊世界的 看向窗外 夕阳渐渐落下 可儿静悄悄的进来 并报道 少爷 老太爷 让您过去吃饭 君墨鞋应了一声 爷爷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难道有什么喜事吗 看着君战天老爷子 一脸的幸灾乐祸 兼乐不可知 君墨鞋不由得问了一句 可是笑死我了 立上那个老王八蛋 也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天方 说道是海底玉山湖啊 能够治疗他破损的丹田 让那孙子的 以五百万两的天价 买了回去 结果呢 在准备了几天之后 极不可耐的开始利用 玉山湖练功复工 呵呵呵 你猜怎么着 君老爷子笑得两只眼睛 眯了起来 浑身呢 有些抽搐的意思 怎么了 难道不行吗 买了个废物 不好用 君墨鞋顺着老爷子的意思问道 嗯 现在老爷子呀 需要一个捧根的 偏偏的三叔没听出来 君老爷子一只手拍着桌子 一只手拍着大腿 笑得眼泪都几乎流了出来 可不是废物 更不是路行啊 根本就是太行太好用了 结果啊 嘿哟 结果我 我都快上来劲了 老爷子喝了一口水 这才说道 听说是啊 正在这关键时刻 那流伤神物 玉山湖居然自个儿爆炸了 哎哟 实在是太行了呀 扑的一声啊 君墨鞋正喝了一口酒 文言一呛 一滴不胜的 喷在了对面的三叔君吴义身上 跟着更剧烈的咳嗽了起来 你上的老家伙 弄巧成拙 莫说丹田复原了 如今连带着经脉大大的受损 几乎奄奄一息 这也还罢了 甚至就连 就连他最疼爱的孙子李游然 也受到了波及呀 老爷子多年没有笑得如此畅快了 前仰后合是东倒西歪呀 听说的小白脸啊 直接毁容了 君墨鞋端着酒杯 瞠目结舌 目瞪口呆呀 我 我原来只是想小小的破坏一下而已 天地良心啊 当时我可真没想到过会有如此辉煌的战果呀 我只是想破坏玉山湖而已 我真没别的意思呀 至于太师李尚因此而重伤 李游然因此而毁容 我可真的没有想过呀 我很无辜 虽然我还想更恶劣一点 当时的顺手一挥 居然挥出如此大的大好局面 真是造化弄人呐 单位的此事 来 今天就要一醉方休啊 君老爷子纵声大笑 端起了酒杯 哼 此事确实让人发笑 不过父亲 若是太师李尚当真无法医治 就此一命归天的话 我们也要当心李家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动作 李尚的萌血神位当年可谓是叱咤一时啊 相信任谁也不敢小瞧的 对李尚更是无比的忠心耿耿 若李尚当真死了 这些人一定要发泄 但这些人若是要发泄 第一目标恐怕就是我君家呀 这一点呢 我们可不得不防啊 须得提早准备一下 君无意笑了一笑 便定下了心神 慢慢的说道 嗯 说得不错 君老爷子停下了酒杯 若是那老匹夫当真死了 虽然李家固然不负旧官 但那些死士的反噬 却也会令人心痛不已啊 就算不死 这必然也是一场大乱的由头 无意啊 如今君家绝大部分的实力都已经掌握在你的手中 那以你看此事该如何处置方为妥当呢 君无意呢皱了皱眉头 若说应变 始终要以李太师的最终生死为前提 若他撑过了这关 一切不止都是白费 最好的应付对策是以不变应万变 收拢中间实力 聚在一起 不要给对方各个击破的机会 这便是最好的策略 相信以我君家的实力是可以确保无恙的 我只担心沈将军他们 这些年跟着我们 与李家的冤仇不可谓不深啊 若是当真有个外衣 他们或许会有些许不测呀 君莫杰笑了笑 三说此言固然是老成之言 却未免太多虑了吧 这些将军随便一个 也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战士 对危机的感应 绝对比任何人都要深切 否则的话 岂不早已死于震战之中 只要他们得知这个消息 第一个反应 定然会做出应对 确保自己的安全 若是连自己的安危也保护不了 何谈什么上阵杀敌呢 说着君莫杰笑了笑眉毛一立 很酷的说道 哼 若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世道临头 还要我们派人保护的话 那我们要这样的废物又有何用 弃之何兮 伤之何损呢 君战天 君无意同时恶然啊 一时之间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做何等的反应 此二人呢 君是军营百战统帅 便说是爱兵如子也不为过 对待手下兵士便如同对待兄弟子侄一般 自然对君莫杰这无比狠辣的说法 很有些不以为意啊 莫杰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些人可尽都是跟随我君家多年的人 我们岂能弃之不顾啊 君战天有些生气 捋着胡子继续说道 这可是为人的根本的操守所在 混乱一共生死不弃 你这种思想太 老爷子没有说下去 但是话中的指责之意却是很明显了 爷爷 您这话莫杰却是不赞同的 试问一句 若是您只顾了这些无能的人一个人 但因此害死了无数的士兵 孰轻孰众 各种厉害 您不会不明白吧 这些年来边境始终不稳 常年都会打仗的 而三叔之前提到的那些人 尽都是军中宿将 难免会率军迎敌 而一将无能 必将累死千军 对于我来说 若是一个人当真是无能之辈 那还不如啊 索性放弃 否则的话 一旦唯以重任 势必会败乱大局 在某些关键时刻 甚至会动摇国本 这如何能是小事 这乃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又如何是我们无情无义呢 军末邪昂然反驳 我刚才提到了 所谓一将无能 轻则累死千军 失一守阵地 重则被敌人从一点突破 全旁溃败啊 甚至动摇国本 王国灭族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嘛 而这个道理 爷爷或者三叔也不会不明白 在关键的时刻 就是要痛下决心 否则 必然要付出难以附和的代价 必须才是真正的会之晚意 用人当用闲 用将当有谋 这可绝技不是我们感情用事的事情 而是我们必须为大多数人负责 若是作为一个领袖 还要如此感情用事的话 我只能说你们不合格 墨邪之言 若是有甚得罪之处 请爷爷三叔见谅 但以上仍是原则问题 请书墨邪 无从让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意识邪君第65回